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在光复后,以女文武生之态演出的,不仅任劍辉一人,先后就有,陈皮梅,郑少英,靓华亨,梁无相,但他们都屈欲不得志。 任劍辉却不止青红舞台,还青红银幕,这不能不算是奇迹了。 任劍辉的戏迷多是女性,认定任劍辉的基础的,很可能是他从香港淪陷时,在澳门长期演出的新星剧团。 当时是文武生任劍辉,花旦陈艳聋,丑生欧阳劍。当其时,一出神妻无数,卖座罪成。 这时候,在澳门住着的人,不少是从香港避难前去的富有人家,等到复原回港后,对任劍辉有了印象,这便使任劍辉,得到了不少气迷拥护。 任劍辉的气迷,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,他是女性,但竟然同性相级,所有气迷,全是女性。 一些是女学生,而最多的,还是好些超梭容,大户人家的乌衣队,更奇怪的,却有不少是出家的尼姑。 这些超梭容和尼姑,看任劍辉演出,必然是大位客。 当时的大位票价,是八元九,以当时的币值衡量,实在很贵。 超梭容的每月薪金,无非是三十元左右,这样看一晚气,是去了他们月薪的三分一了。 尼姑的入息如何,虽不可知,但出家人却和大户的太太一样消费,都是难得的。 这些气迷,不会像影迷,歌迷一样,会拉住他们崇拜的偶像来签名。 他们只事在散场时,守在戏院后台的出口处,来等着任劍辉,看看任劍辉的清装。 最多不过迎面叫声任者,或者大着胆,走近任者面前,拉拉任者的手臂,衣迷,叫声任者。 如此而言,任劍辉就有一样好处,他对他的特级气迷,总是笑脸双向。 有人叫他,他含笑点手,有人扯着他,他也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示。 因而气迷自然是产生好感,他演戏,去捧场,他演电影,也一样捧场。 各位关于任者,任劍辉的生平,和他唱过的曲目,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,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,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的旁边的旁边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我今天就不给我们下回答了。 我们儿欣从周边的旁边有的旁边的旁边就修有主iences。 是的,!? 我刚才门到周边的旁边说,咳修怎么。